我好驚聽到癌症這個名詞 我會即刻聯想到死亡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 或者明年會怎樣 被確診有肺癌 一般人都會受不住 他們會覺得非常驚 不只是患者本人 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都會這樣 我的家人 對診斷結果 是非常震驚 可能比我還要震驚 我太太認為我很快就會死 但是不理情況多壞都好 我們都會堅持到底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誤的見解 認為確診之後再做些甚麼都是於事無保的 在這裏呢 一定要向患者強調的就是肺癌基本上都還是有些患救的機會的 他們說我只有六至九個月時間 但是現在都快十二年了 我還在這裏 診斷結果對患者的生活影響很大 生活會暫時顛倒了 患者會講返 患上肺癌前的人生經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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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